你們有相處過的這個藝人當中 你們覺得對寫影響比較不好 麻煩了 你們用寫的好嗎 好 我剛剛要說為什麼 好可怕喔 兩位特別來賓也是怕寫到他們的名字 這個小朋友有時候是很直接的 對啊 你不要看他小小心靈 他們也有感覺 好 麻煩把你們的牌子舉高 讓大家看看 歡迎收看風雲話題 今天我們談的主題是這個 童星明日之星 阿雅兒童明星 對啊 他們都是非常的可愛 很多的那個臉孔 我都是很多的朋友很熟悉的 是 是 我常常看他們精湛的演技 看他們的表演 雖然他們年紀雖小 但是志氣很高 很多人可以說因為接觸的這個表演 也比較早熟的也有 對 還有的對未來都還自己小小心靈裡 還有很多計畫的 對啊 他們這個演技 其實打動很多人的心靈 所以有一天他們一定成為明日之星 我們向下歡迎我們今天所有的明日之星 所有的童星們 探討這個話題的時候 還要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他們也經常在戲劇中 跟童星們接觸過 首先歡迎花佩蘭小姐 嗨 大家好 謝謝 我是花佩蘭 這位呢 哎呀 我應該說她是星嗎 對 她的寶寶也是一個很多嬰兒產品的代言人 不得了 長得又可愛 大家都多麼羨慕 這位是富娟小姐 兩位主持人好 哈姐好 以及各位小朋友們好 那我們要看看這 一般人對這童星的看法到底是怎麼樣 好 有一段VC啊 一起來欣賞一下 家長比較想出名啊 利用小孩子啊 我覺得這個並不是很好 要他好好念書啊 我覺得這最重要的 比較早熟啊 然後比較活潑啊 那可能也是他們的家庭教育的關係啊 所以讓他們可能比較早熟一點 或者是父母親特別訓練的 應該算是樹大招風啊 小孩子從小就養成那種心態 很容易造成他自己的心理上 會自認為過人一等 小孩子看一些電視的模仿啊 也會這樣子虛榮心啊 看一些同學他們這樣子上電視啊怎麼樣啊 當父母親的姚田樹 可能有的比較有興趣吧 我想父母跟小孩子自己都有原因吧 因為父母如果說要小孩子去當童星 可是他如果小孩子他不肯配合 或說不肯面對鏡頭的話 那父母親的意願也沒有用啊 希望小孩子往這方面發展吧 那也許有的是刻意去塑造小孩子 讓小孩子成為女性 比較熟心重一點的父母啊 我講大部分都會這樣 我的小孩沒有那麼漂亮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人怕居民 豬怕肥 覺得蠻好的 很好玩 可以嘗試很多種角色嘛 然後扮一個演員 對我來講喔 可能對他們是一種考驗啊 會去讓他試試看嗎 這是一種機會嗎 我還是會擋歌 看完了一般群眾對童星的猜測或是感覺 每個人的反應不一樣 那麼至於他們感覺的對與不對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探討一下 最主要我們看今天的主角 所有童星我們直接來問他們問題好了 首先我們來第一個問題請教一下每一位明日之星 未來的明日之星 這個覺得自己並不是很喜歡演戲 好像是有點被強迫去演戲的人 麻煩請你們按理 一哥 請教一下 16號 張宇文 好 我覺得在家裡悠悠呆呆的會比較好 而且如果我和張宇豪去兩個都去拍戲的時候 我們又不知道功課要怎麼寫 還有課業會 張宇豪 你說的是張宇豪是哪一位請舉手 兩個是什麼關係呢 長得好像雙胞胎的 沒有錯 我想問一下這個張宇文 他剛剛講說兩個都去拍戲的話 就沒有人做功課 他們兩個的功課都一個人做的嗎 對啊 是不是 還可以互相幫忙的 他們說如果你拍戲拍太晚 功課沒做沒有關係 這就是大同性的好處 不好意思 我懂得懂 就是答非所謂沒有關係 我們問他 我們問他 理我們的 講他自己的 我問你好不好 你不想當同性的話 你是想做什麼 如果我不想當同性的話 我會 好好好 Ashley 張宇文先說 我不想當同性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家裡玩電動 好 然後而且又可以 可以教張宇文做班 還叫張宇豪 好 來張宇豪 你說說看 他吹牛 不想吐槽 是我教他功課才做 他數學全部都不對 那你告訴我 如果你不演戲 不當同性 你最想做什麼 可以當班長 當班長 就想 因為我每次想要當班長 老師就說我一直拍戲 沒有辦法 有時候要請假 好委屈喔 好委屈喔 那麼其他的就代表 他們都對這個同性的工作 很喜歡 對表演相當有興趣 對對對 另外也要問一位 凱凱好不好 我問一下凱凱 我凱凱 長大了 凱凱長大了 好 來 大人的模樣 越來越帥了 自己很喜歡當同性 對不對 因為從小有緣 所以媽媽就讓我去拍戲 那他基本上是規定我說 功課一定要 嗯 起碼不要落後太多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讓我自己有點壓力 功課也會比較好 而且 體會的人生經驗會比較多 唉唷 說得多好 你看演戲可以超 兩樣都做得好 演戲可以提會很多不同的這個 角色人物 我想請教凱凱一個問題 凱凱 因為凱凱我跟她合作也很多 像以你演戲那麼久 譬如說我們拍熬夜 有時候一直熬夜 功課又沒做好 那一直熬夜 又要做功課 又要拍戲 你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小時候會 現在 嗯 比較大了 就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跟一大票的就是 大哥哥大姐姐 阿姨叔叔他們一起 都是大人 但你感覺上 會不會說你的各方面 都好像比較成熟一點 會啊 像有時候 因為我的生活圈都是大人 那我在學校 就有時候會跟同學有點脫節的感覺 好像 好像你變成小大人 我的思想比較成熟 他們就比較幼稚 喔 謝謝 謝謝 欸 再來呢 為了自己啊 因為演戲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享受到這個童年 這個 會不會羨慕別人的小朋友 這個 他們的這種生活呢 嗨 欸 有四位 有四位很羨慕 好 我來請問一下 十四號 有些同學好像葛在學校可以玩啊 然後在拍戲的時候不行 那麼六號也說說看 六號 假明是變少女了嗎 她就是 愛裡面演寶秀那個 寶秀 寶秀 對 這是女大十八點 就是有時候會羨慕別人 為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假日出去玩啊幹什麼的 可是 雖然會羨慕別人 但是 在 就是在拍戲的時候 大家都很照顧我們啊 那還是會覺得很快樂 接下來我們再來問其他的問題 他們這個問題很奇妙 雖然你們是小朋友 現在你們如果長大做爸爸媽媽的時候 對於自己小孩子也來當童星的話 會不會反對跟贊成 我們現在好了 贊成的請按鈴 贊成讓你的小孩演戲當童星的請按鈴 贊成 哇 繼續贊成 五十二位贊成 表示這個工作樂趣很多 我覺得我好像是來上課的 我就是覺得他們好像在給我上課 她是代表你女兒的心聲 對 因為事實上我女兒現在太小了 我沒有辦法知道她將來長大 要不要當童星 妳根本強迫妳女兒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這邊要先強調 因為我現在女兒只有拍廣告 可是就我自己來說 如果這個東西讓我來按鈴的話 我可能不會去按這個鈴 因為我自己知道演戲的苦 但是我沒有想到 他們竟然有十二位都贊同這樣的事情 另外有一位那個沒按的 可能是因為她根本不懂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有十三位 他們都贊成自己的小孩當童星 那在我現在來想 我想我不會讓我的女兒去演戲 因為我覺得演戲好可憐 演員好可憐 好可憐喔 辛苦 所以好辛苦 因為我們演藝圈有一句話 他們說 如果你拍戲碰到動物或是小朋友 就有得玩了 因為動物最難拍小朋友也是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 我還曾經看到有些小朋友 他拍很熬夜了很累 他想睡覺 那小朋友有時候拍戲的時候 第一次他覺得很好玩 那第一次往往拍戲 不可能一次就OK 那NG第二次第三遍 他就很不耐煩 最後他不玩了 那不玩了大家哄他 他不管有時候他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是不拍了 他就發脾氣了 傷腦筋 對 要是平常講 假如是我的孩子的話 除非他很有天分 他自己喜歡 否則我不會讓他拍戲 那這樣子 我們讓這些小朋友 來演一段戲 然後有個台詞兒 你們來把這個故事唸出來 然後他們照你的台詞兒當中 來做一些動作 好 來表現一下 小朋友要自願的 有沒有 自願 好 我們都來了 掌聲來個台詞兒 華貝蘭桿女兒 林婉玲 好 這兩個大哥哥大姐姐 大哥哥大姐姐 先做個板樣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我們又請傅娟 來幫我們唸這個劇本 你們找兩位是 一個人要演人 一個人演狗嗎 好 好 那我就唸 你們就一起演 好 今天早上啊 我起一個大清早 趕快啊 起早 然後呢 我就帶著我心愛的小狗狗去散步 走著走著走著 突然下了一場大雷雨 哇 雨越下越大 哇 下得好大好大好大 還好還好 我帶了雨傘 於是我把傘打開了 不料又吹 掛起了一陣大風 哇 整個風把我的雨傘給吹走了 我的小狗狗呢 我心愛的小狗狗也不知去向了 就在我很沮喪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我心愛的小狗就在前面 於是我很高興地就跑了過去 然後我把小狗狗抱起來了 可是它卻很突然地 嗚 咬住了我的手 我拼命地甩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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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我終於把它甩掉了 但是我的手 我的手 我可憐的手 我已經腫得跟大象的腿一樣大了 哎呦真的是好倒霉的一天呐 好 再看一下 好 謝謝大姐姐 好 謝謝大姐姐 好 這些老公司找一下 民居小一點的 我們剛剛還有人舉手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好 那我們就找三位出來表演好嗎 二號 三號 好 你們兩位雙胞胎一位代表 誰代表 剪刀石頭布 來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兩個雙胞胎出來都很像 你好 大姐好 來來來 好 今天早上我起了一個大清早 然後我心裡就想我要對著我心愛的小狗狗去散步 好啦 牽著小狗狗了走著走著走著 突然天上下來了一場大雷雨 哇 雨越下越大雨 越下越大好大 哎 還好我想起來了 原來我帶了雨傘 然後我就把我的傘打開了 啊 不料就掛了一陣大風 把我的傘給吹走掉了 我心愛的小狗狗呢 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哪裡去了 就在我覺得很沮喪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的時候 突然看見我心愛的小狗 就在我的前面 也是我好高興 我趕快跑了過去 我把狗狗抱起來 但是 牠就突然地 用力咬住了我的手 我拼命地甩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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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終於把牠甩掉了 甩掉了 已經甩掉了 但是我的手 我的手怎麼裝得跟大象的腿一樣 我今天真的是好倒楣喔 大家再給我一下 掌聲給我一下 甘雨豪啊 剛剛我甩 我甩 我看那個狗都被甩得腦震大了 來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請教這個問題 講到這個問題是有一點點 給牠稍微敏感一點 但是呢 因為牠們常常會跟大人來演戲 也就是現在有些很有名的藝人啊 牠們接觸的明星也不少 對 接觸的明星不少 妳要問的是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有相處過的這個藝人當中 你們覺得 對寫影響比較不好 麻煩了 你們用寫的好嗎 我剛剛要說為什麼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好可怕 也是怕寫到他們的名字 這個小朋友有時候是很直接的 對啊 你不要看他小小心靈 他們也有感覺 好 麻煩把你們的牌子舉高 讓大家看看 我看看 唉唷 沒有 凱凱這邊沒有 席曼琳還祝音 喔 這什麼沒有關係 還有這一位 好 來 我們看到他說 我最不喜歡張晨光 因為呢 就是我不喜歡他嘛 雨雯啊 其實妳跟張晨光長得很像啊 演過他兒子 怎麼會不喜歡他 因為他說 他只跟我玩遊戲 他不跟他玩遊戲 吃醋了 原來是真的 我告訴你 所以當藝人跟小童心演戲的時候 還要注意那種感覺 對 請不可以忽略他 只照顧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不理 就吃醋了 要問問看小梨 等一下我們要問問小梨了 小梨妳還好沒有寫富娟阿姨 富娟阿姨好緊張喔 小梨說 小梨說 為什麼 因為 麥林阿姨啊 就是在拍戲的時候嘛 有的時候我的慈悲不熟啊 像月琳姐姐 然後她就會說 沒關係慢慢來沒有關係 可是像麥林阿姨她就是 有一次要拿拖鞋來打我 她是不是演戲戲裡面要打你 私底下打你啊 然後那個 她就是我跟宇豪演兄妹嘛 然後她就對宇豪好好啊 然後她一吼 吼一吼 她NG然後她都會說 沒關係再來再來 然後對我她就用拖鞋打我 她都是男生 好 她重男生對不對 不過她拿拖鞋打哪裡 屁股 打屁股喔 可是我覺得好奇怪喔 她到最後快要殺青以後 她才送我東西 她來送我這個 唉唷 還送了一個掛表 其實啊 我想呢 其實阿姨啊 其實她也不是故意這樣 因為她可能這樣子 妳才會趕快進入情況 然後更用心更用功 可能是用這種方式吧 對不對 會不會是戲裡面妳等一下要哭 所以阿姨就幫助妳 那個還要笑 還要笑 愛之深做折之切 唉呀 沒關係 有仇盡量報仇 來 還有沒有什麼盡量說 沒有啦 沒有 我覺得這太公開了 如果叫她們寫匿名的話 好不好會有更多人被寫出來 不過小朋友其實她們是很天真的一面 可能藉由這樣子的話 以後呢 不只是喜曼玲阿姨 所有的阿姨都會 沒關係 不好 再來一次慢慢來 絕對不敢把拖鞋拿出來 好 好有意思 我們剛剛問過的就是藝人不好相處的嗎 那現在問到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想說 最將來呢 希望能成為什麼樣的藝人 你為什麼會欣賞他 哪一個藝人是你們的偶像 對對對 來 請 請作答 你們以後希望像哪一位藝人這個樣子 他是你的偶像 好的嗎 唉唷 唉唷 直接就看到有一個很熟悉的字 來 請說為什麼 謝謝 費玉金 陳美光 你希望是 你欣賞費玉金 還有我 還有三個月 還有美光姐姐還有小燕姐姐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學那個 玉金哥哥的歌聲這麼好啊 還有窗前 哇 威金哥哥 哇 威金哥哥 哇 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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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玉金哥哥 玉金哥哥要送他禮物喔 謝謝 絕對不能拿拖鞋打他喔 唉唷 我不打他 唉唷 不錯 唉唷 謝謝你 說了說了就來一段喔 對呀 那美鳳姐姐一定是他的美了 不是 那並不美的 除了… 除了美之外呢 因為美鳳姐姐身材很好 而且也很會演戲 也很會主持節目啊 掌聲鼓勵 謝謝 多才多藝 那麼張小燕姐姐呢 因為小燕姐姐她也是很會主持節目啊 她也對我很好啊 還有一點你們都不知道 小燕姐姐戲也演得很好 你不知道對不對 對呀 戲也演得很好 還沒看過她的戲劇表演喔 那個時候還在肚子裡 她說的不是我說的 好 謝謝 來繼續說你的情感 因為她在花落花開的戲裡面 演我的爸爸 然後我跟她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 覺得她很幽默 很大方 然後… 在演各種不同的… 怎麼講 這種不同方面的演技啊 都是蠻入戲的 所以我很崇拜她 她以為我希望我能跟劉德華一樣 酷 我們要請問一個問題 剛剛是因為要你們直接寫出來嘛 你們寫喜歡誰啊 因為問你們嘛 喜歡成為誰或是喜歡誰 請問一下 剛剛那些答案有人是在拍馬屁的 請按鈴 沒有 都是真的喜歡耶 太好了 在你們印象中啊 接觸這麼多的戲劇啊 有什麼演員就是像 大人啊 叔叔伯伯阿姨都可以啊 有沒有哪一些 有一些你們這個 接觸以後知道的一些 八卦消息 能不能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八卦就是說 什麼是八卦聽不懂 八卦就是像什麼 什麼習慣啊 像妳講的 愛吃零食啊 有愛吃零食 有人會遲到也會早退 有人會罵人啊 什麼的 有的話請按鈴 來 喔 他們都有一點意見 數字是往上跳 好 那我們來請 妳說這個 就是李靜美阿姨啊 她的車子很寬嘛 很寬 然後她車子裡面很像雜貨店 什麼零食啊 她吃的用的喝的都有 唉唷 所以她在現場呢 嘴巴都是不會停的 就會不停的吃零食 我們要問四號姚曉琳 來 說說看有誰 扣世勳叔叔啊 扣世勳叔叔啊 她就是常常拍戲拍到一半 電話就響了 然後有時候大哥大人響了 然後就接來接去電話 然後都不行拍戲 然後大人都叫她電話王子 哎呀 這個屬業怎麼這麼大呢 像14號戴眼鏡這位小朋友 我是在這裡的某一位 但是我不敢說 我覺得她很傷疤 這個事情就嚴重了 在這裡的某一位 我不敢說 但是她很傷疤 我沒有跟你合作 我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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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不可能 大家推來推去 她是說可能這裡面 她有可能是童心裡面的 哦 不是我 不是 兩小鈴 好 我們問一下 有人跟習近平合作人請舉手 哦 幾乎半數 你都有 對嗎 我們問一下 你說的這個藝人是大人還是小孩 小孩 實在是 小朋友有時候是蠻天真的 我們問一下 如果你的酬勞都是被父母拿走的人 請按鈴 我想這一題應該是全部都有 啊 還有自己保留的 我以為一定全部交給父母 哦 那從來大部分還自己保留的 小鈴 媽媽幫我存進銀行裡面 那她有沒有告訴你現在有多少錢了 沒有 那有一些些就是讓我存在存錢筒裡面 對啊 哦 存錢筒 通常都給你零錢對不對 對 零錢是多少 零錢 什麼叫多少 零用錢啊 然後投進銅板 都通常會給你多少零用錢去投 零用錢我都是拍一部戲就拿一百塊啊 然後考一百分也跟我啊 跟我拿一百塊 這樣成就成很多了 一部戲一百塊 而且我希望都是一百元 然後希望不是要是五百塊跟一千塊 因為像一百塊這樣加起來 把那些一百塊全部加起來 當作是一千塊這樣算出 哦 就是嘛 一張就沒得算了 好 孟凱凱 你的錢一向是怎麼管理 你因為出道已經十年了嘛 開玩笑 如果這麼多年 對啊 從那個靈芝啊 這個時候就開始 靈芝 都是交給媽媽 因為媽媽都會就是 她都會存在我的戶頭裡面 那戶頭啦 存者是放在誰那邊 媽媽說放在這邊怕丟掉 所以就放在媽媽那邊 那是媽媽幫忙保管 算吧 當你要用東西買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跟媽媽說 就跟媽媽拿 那媽媽會都給嗎 會啊 那我是很好奇 這個媽媽好像在現場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這個凱凱的這個錢 你去幫她怎麼存啊 存在什麼地方啊 媽媽 來 媽媽在這裡 來 好漂亮的媽媽 你看 因為我們家每個人都在工作 自己工作 自己支配 那凱凱的錢嗎 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毛錢也沒有動她 因為我們生凱凱的時候 年紀很大了 所以希望給她 多留一點教育基金 讓她出國去留學 來 你看媽媽多有心啊 剛剛只是某一部分的按鈴 是不是有一些人 他希望她的錢 是自己來支配 我們三位 我們來請教一下 14號 我希望也是存起來啊 等那個 等存多一點 等長大以後再慢慢用 不要一直錢都花光 那麼現在呢 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來 當場再來考驗一下 剛剛是考那個演技嘛 其實我覺得童馨 基本上他們年紀那麼輕 經歷的事情沒那麼多 他們拿來那麼多的歷程 或是那個感觸來培養情緒 就是說演戲的時候 說哭就哭 這個很不容易 這個常常 童馨都要碰到這個哭戲這一關 因為大人他的過去歷境艙上 或是他的背景 他會很多的感觸 那麼童馨 這麼年輕 到底在想些什麼 他怎麼會說哭就哭呢 有沒有人願意直接出來參加這個 直接就最快速度看誰先哭出來 怎麼樣輔助呢 據我知道他們的小小心靈 也要輔助的 好 有一段音樂是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會像這樣的氣氛 好 唉唷 想你眼裡 哇 哇 小黎 你是走到這裡才一開始 你眼淚就嘩啦嘩啦掉下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怎麼要讓自己在這麼快的時間這樣掉眼淚 你在想一下什麼 因為最近我外公過世 然後我就很傷心 來 我們這個大姐姐 就是那個時候 我有拍一部臉書劇 然後那時候 外婆就過世 這次 這樣是真正的想起外婆 剛才所以她意思是 有的時候演這種傷心戲 她也是想起外婆 來過這個 外婆現在不在跟她在 上天上一定會保佑你的 好 我們小朋友可以回座啦 謝謝你們 但是小黎可以留下來 來 菲哥哥要頒一個獎牌給你 因為你最厲害 哭得最快 來 我們頒一個金牌 來 給小黎掌聲鼓勵一下 請回座 她真是厲害 她們的演技 真是演得太好 再來一個問題 這個認為自己將來 在這個影劇圈的工作裡 一定還會大紅大紫的 請按鈴 有三位 有三位 那我們來這個問一下 4號請問一下 自己還有 是不是 好 再來我們來問一下 張宇豪 因為你將來繼續演戲 你一定會大紅大紫 大紅大紫 我希望我能夠一直下去 可是我長大還要當另外一個工作 什麼工作 消防員 為什麼 消防員 消防員很好啊 可以幫人家滅火啊 可以保護國家 不錯不錯 而且這個小黎掌聲鼓勵 非常辛苦的 很危險的一項工作 今天這個兒童童心的專訪 聊了一些也很好玩的 也很活潑的 也可以了解他們內心深處 還有工作上的一些乾苦 挺有意思的 今天應該做個結語了 是的 我們今天就請我們兩位 特別來賓 來給我們一些童心 一點這個結語 就是一些建議啦 或是一些有話什麼 要告訴他們的啦 是 我希望各位小朋友 所以演戲很好玩 但是現在還是以功課為重 那將來一樣 盡量是不要再影響到你的功課 所以以功課為主 因為這一輩子裡面 你要學業 你們各方面多充實自己 書讀多讀一點 氣質各方面什麼多懂一點 然後你要去詮釋角色的話 可以演得更好 所以以功課為重 多讀點書 這是 課業不能書 阿姨給你們的忠告 給你們一點建議 來 我們看 傅 姐姐 傅 姐姐 其實我跟花姐的意思也是一樣 小朋友要注意自己的功課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比較重要還是就是說 你不要因為自己是明星 然後就是認為自己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我覺得要用平常心 甚至你們要比一般的人更謙虛 對待你們的同學跟朋友 用平常心來看待自己 不要認為說自己 因為是明星 比較有名就跟人家不一樣 這樣子你們才能學到更多更進步 好的 好 非常謝謝兩位 再給我們的小朋友一些建議 好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各位 這小朋友 也可能明日之心 就會在我們這裡面其中幾位 謝謝你們的光臨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稍待一會繼續收看 謝謝 謝謝